第十五組第四次報告 我是這次的報告者楊俊傑 我們組員有陳懷中、吳仙珠還有楊俊傑 知道是吳龍斌副教授 故事完結天 我們在第二次找到新書室當中 我們發現是考了提升之後 1798年之後 陸陸續續還是有很多的研究者在研究句詞 下一張 這是我們從大手上面找到的數據 下一張 就是我們在新書室居職找到新數據 我們可以發現到1798年之後 一直到近年來2004年 一直都還是有研究者在研究居職 下一張 我們新舊數據的比較 這大手上面看到的數據 我們發現期值約在5.30-5.60之間 我們發現其中有個嚴重的離群是4.07 我們推測這個數據可能是實驗上的操作收入 或是有其他人的因素影響 那新數據 新數據居職自1798年 到近年來國際所公布的居職並沒有太大變化 但物差也蠻小的 再來我們看到是新舊數據的比較圖 左邊這張是我們舊數據的比較圖 右邊這張是我們新數據的直方圖 這我們看到是點圖 那這是左邊這張是我們舊數據的點圖 我們可以發現它有嚴重的離群值4.07 在右邊這張的新數據的點圖 也是一樣有一個嚴重的離群值 下一張 這張我們的比較圖是核心圖 左邊這張是我們舊數據所做出來的核心圖 右邊這張是我們做出來的核心圖 下一張我們的展望 居職依舊是一個沒有穩定的直 那每個營養者做出來的直都很強勁 但是你一直沒有一個同意的答案 那我們希望未來有一個科學家 做出一個公布一個答案出來 那我們第一次報告到現在我們收過很多 那我們從這些這幾次報告當中 每次都找出一些問題 然後再下學習的報告 我們都讓下學習的報告更精采 下一張 這是我們做出來的海報 那我們海報內容 我們會在12月31號上課的時候展示給大家看 下一張 那這是我們參考文獻 上面有搭手的網址 還有我們新數據找到的網址 那以上就是我們第15組第14的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